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兩支蠟燭等高,高不一樣 初四不等 第一支四小時可以攔進 第一支的話,我們叫T1 這個是四小時可以攔進 第二支三小時 T2 要三小時,可以攔進 同時點燃且一定的速率燃燒 在點燃的幾小時後 第一支蠟燭的高度 第一支蠟燭的高度 這高度 恰為第二支的 這個兩倍 我假設全部是1 全部高度 整個高度是1 整個高度是1的話 那現在 我假設這個高度燃燒掉的 這是燃燒掉的 這高度如果叫X的話 或者叫做 如果是X的話 那這個高度應該要多少 因為他比較快 就是說 這個高度乘以 這個 這個 他的速度 是他的多少呢 他的三至四倍 他的速度 512是等於 是等於 1除以3 他的燃燃燒速度 是1除以1除以4 所以他的燃燒速度比他快 也就是說 V2 比上V1 是等於到 3分之4 他燃燒X的話 他就燃燒了 3分之4的X 他就燃燒了 那這剩下多少 剩下1-X 那這剩下多少 剩下1-3分之4X 那這個是必須這個兩倍 所以1-X 是這個 1-3分之4X的兩倍 也就是說 1-X 等於 2倍的 1-3分之4X 1-3分之4 好 現在他說 問燃燒幾小時後 那燃燒幾小時後 我要這P 這個是等於多少A 這個 完全燃燒需要4小時 他現在燃燒X 也就是說 是4 乘以多少 燃燒幾小時後 4乘以多少A 4乘以這個X 那當然也是等於3 乘以3分之4 這個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是 他那個燃燒的這個高度 就幾分之幾 全部的幾分之幾 那燃燒一根 全部燃燒是4小時 那燃燒的幾分之幾的話 就4乘以幾分之幾 就是燃燃燒這一段的那個時間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等於多少 我就把它給移過去好了 這3分之8 x 減掉x 等於1啦 2減1是1嘛 那這個是等於3分之5 x的話等於3分之5 這個是等於3分之5x 所以x的話等於5分之3 也就是說呢 這一段的話 是整支的5分之3 那你燃燒一支是4小時嗎 所以燃燒5分之3 B幾小時 就4 乘以5分之3 所以是5分之12小時 所以是2又5分之2小時 2又5分之2小時 所以答應要選D